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观察到的中国的一个 不能说新现象 但是比较有趣的现象 我们知道花费多充 买东西 办会员 包卡什么的 可以享受一些折扣 但是你听说过交罚款也能享受折扣吗 在中国的山东就出现了这样神奇的事情 可以提前交罚款 而且包月还有优惠 量大还能打折 这种荒唐的事情可能只有在中国才能看得到 而这个事情 简单的事情的背后 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的这种当前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对于老百姓来说 已经不是政府瞎折腾影响他们的生活了 而是由于政府瞎折腾所引发的权力经济的混乱 所导致的底层的互害层层加码 才是威胁老百姓生活的最根本原因了 所以咱们今天花一点时间 简短的把这个事情来聊一聊 好 怎么回事呢 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的山东城武县 一些大货车的司机和本地的交通局建立了一些关系 不可表述的关系 驾驶员们 司机们提前缴纳当月的罚款 不是说你犯错才罚 而是我提前缴了 而各这个交管支队啊 中队啊什么的 则确保这些已经交了钱的大货车 不管是超重了也好 或者是限高了也好 都能够畅通无阻 换句话说 只要是你交了钱 交了份子钱 交了孝敬钱 你的车超重没事 超高没事 超载没事 那你说对于其他人 由于超重超载超高 导致对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呢 他们不管 那么根据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 说警察已经发了话了 说你什么都不用管啊 上路什么的我都给你安排分配好了 你放心 这儿的事我都说了算 我们合作共赢 随时随地电话联系 只要他们的货车经过乘五线 给这个交通执法办了月票之后呢 有的一辆车一个月是一千块钱 有的是一辆车是两千块钱 价钱不一样 如果不交钱的话 他就扣你的车 罚你的款 把你弄到地下停车场去处罚去 而如果你买了这个月票之后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畅通无阻 不管什么样的情况 遇到检查 只要拿他们交费这个票 给他们的这个稽查人员看一下 就可以放心的继续行驶 而且更夸张的是 这事还能讨价还价 那根据之前的视频表示说 有的司机说能不能先缴十辆车的钱 然后能够覆盖十二辆车 等于便宜我们两辆车 可不可以呢 人家说不行 道路运输监察中队 对相公工作人员表示拒绝 经过反复拉扯后呢 就是说最后让了一千块钱 等于是让了半辆车的利益 一辆车两千嘛 对吧 这个让了这个半辆车的利益 你这个执法变成了什么 对不对 变成菜市场了 那么根据国内报出的这个相关视频证明 说有汽车啊 就是现场被这个运输监察拦住之后 他提供了他的缴费单据说这是昨晚办的 然后呢 有人检查完了之后说这个可以走 跟别人喊这个可以走了啊 后面一个货车司机说 俺俩一块办的 那边一看嗯 这个也可以走 好 那么新闻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啊 这事其实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远没有中国的宏观经济那么重要看起来 但实际上这是真真实实影响普通老百姓生活的 为什么 因为它本质上不属于中共中央 不属于中国党委 这个什么常委呢 给下面施加的科捐杂水 它不属于 所以在中国的真正领导人的头头里面 他们认为民众的生活 我没给你们添麻烦 你不就不应该有麻烦吗 你们应该生活的很好嘛 对不对 但实际上来说 他们所不知道的 或者他们知道装作不知道的 是底层的这个层层加码 会给老百姓逼到一个无法生活的地步 你要想啊 这些大货车司机 一辆车 它一个月才挣多少 咱们之前我做过视频说过 中国大货车司机是很惨的 同样是开卡车 同样是成天长天累月在路上跑 美国的司机 虽然是很累 但是人收入高啊 一个月挣一万多啊 你们可以看 我知道油管上有两个这个视频不错 有一个是什么北美老司机 刹克刚的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啊 他讲他在这个路上的一些事情 还有一个 我的名字名字我忘了啊 就是我我是作为猎奇 我会时不时的我去看一看啊 很新鲜的一种生活生活方式 人家过得很资啊 但是中国的呢 卡到自己呢 对不对啊 吃住都在车上 一个月剩不下多少钱啊 整个那个睡的也不行 然后科捐杂税 各种高速过路费 完了以后啊 还有油耗子 油老鼠 半夜睡觉的时候啊 偷油 所以人家一般的夫妻两个人开 一个人睡觉 一个人开 然后另一个人睡觉 晚上睡觉的时候 另一个人旁边盯着 防止偷油 你说这叫叫什么事啊 对不对啊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司机已经很惨了 你现在夹击一个车 再给你加两千块钱 你说这钱出在哪 司机是不可能掏的 那最后就是车主掏 那车主最后掏之后 运费就会增加 对不对啊 运费增加 你最后不是反过来 还是推高物价吗 不是最后坑的还是消费者 不是坑的还是老百姓吗 而你们这些交管局 收的这一辆车几千块钱 你自己能拿到这么多钱吗 拿不到 你还是整个中队分 整个交管局分 对不对 那分到你手里能有多少 可是分到这个钱 你也不是说直接分到你 什么什么粮食啊 馒头啊 面包 没有 你也得拿这个钱再去买 等于是你罚了钱 然后分到这一点点利益 拿这个利益再去买市场上 因为你罚钱 又有一定上涨空间的商品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对不对 当然了 作为特权阶层 可能还有一些补贴 或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权利 你最后觉得这些警察觉得还是赚的 这些交管局觉得还是赚的 但实际上来说 这种底层互害 实际上最后会报应在每一个中国人头上 他们也跑不掉 而且咱们要说稍微上刚上下点说的话 罚款的本质是什么呀 不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产安全吗 对不对 车辆超载 像有的时候把你给的路 整个桥直接压翻了 造成的损失不是更大吗 对不对 你这辆车从你这走 把你的国道 把你的省道 把你的高速压翻了 压断了 都复杂工程 人家按照标准修的 你巴一个超重的车上来了之后 整个路垮了 好 持续多长时间 你这儿没有车来了 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这种坑人又坑己的脑残方式 可能只有在中国才能干的这么的顺畅 当然说句题外话 你可以对比一下 就是中国山东的做法和河南的做法 山东明显就是更彪悍 这跟明抢交拦路保护费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公器私用 对吗 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 刮取民众的民脂民膏 这就是人头税 这就是拦路打劫 这就是交粪子钱 这就是交保护费 所以中国的唐山这事说 不怕中国黑社会 就怕中国社会黑 对不对 这就达成了一个完美的写照 而且这事让我想起的 不只是公检法机关 我想起中国民间 民间也互害 你比如说前几天 我刚看一事 就是中国有的公司 父母寒暑假 要上班 孩子没人带 那么这公司 就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业绩 不影响自己工作 就花点钱 请个阿姨 请个厨子 来公司帮忙 做饭 带孩子 等于家里你有孩子的 等于我相当于一个福利 对吧 等于我有孩子的 你们把孩子带回来 你们踏实上班 不用额外请人看孩子 好好工作 创造价值 在中国的经济相调中 生存下来 你说这是不是个好事 我觉得都应该给老板点个赞 中国能够良心老板 对不对 但实际上 被点炮了 被谁点炮了 被在这家公司工作 但是没有孩子的员工点炮了 员工点完炮之后还发文称 说这公司太垃圾了 妈子 没有孩子被歧视 其实 还说被开了 活逼该就应该把你开了 这种脑子傻串 就不应该能挣到钱 就应该活活饿着 但是这个就我们抛开不谈 就说这个事情本身你可以看到 他举手 他举报了 他举报了有什么好处 假设他没被开除的话 他有什么好处 没有任何好处 对吗 只是那些家里有孩子的 会遭遇坏处 所以这么一个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他干的如此的兴奋 如此的高兴 举报的如此的义不容辞 你就可想而知 中国的正常人 和那些中国的傻叉们 是怎么样艰难的 每天生活在一起 我真的是服了 说真的 我来美国之后 我发现美国那方面 人做的就非常的自然 我都不能说好 非常的自然 就是这个孩子的问题 是每一个上班的 尤其是双职工的父母 都会遇到的问题 所以美国这边每年提前 甚至有了提前半年 这种夏令营就已经约起来了 所谓的夏令营 各种主题 有科学的 有娱乐的 有玩的 有表演的 有那种各种各样探索的 包括我们体能的 什么样千几百个格斗的 甚至还有那种遥控飞机 都有 他们的目的 说是夏令营 以为说是住哪 不是 都是跟孩子上学是一样的 早上起来 父母上班顺便带过去 然后下班接回来 孩子能学到多少东西 是其次的 是附加值 主要是有一个看孩子的地方 让父母能够安心上班 所以说这样一个解决人之常情 在别人国家都非常正常的事情 在中国的变得不正常了 因为上门阶层固化 因为上门说不许办回训班 所以拿着鸡毛当令箭 下面人就敢举报 下面人就敢搞事情 这些人不明白 你说让这些有孩子的父母 把孩子带到公司来 踏踏实实的 一方面见证父母工作的不容易 能够对于青少年 对于孩子有更好的教育 更好的教育 这不是好事吗 再让父母少了扣顾之忧 工作的时候更加专心 公司的绩效更好 那你是不是意味着 这公司能赚更多钱 你自己也能发更多奖金呢 这些傻叉就想不明白 他们那个脑子就不是脑子 就是一群粉色幼虫的集合体 趴在那里拧起来 像一个脑子 脑子里边全是那一个一个固定的玩意儿 明明是一个合则两立的事情 非要搅拖晃了 为了他内心负面的阴暗 所以我是真的心疼 咱们尤其是咱们频道的一些观众 那些不认识的也无所谓了 咱们频道的一些观众 被迫生活在墙内 就和这些人就拧在一起 每天跟他们一起生活 太艰难了 要我 我一天都过不了 我受不了这种傻叉 在我旁边 摸摸摸像苍蝇一样 跟我那样摸摸 受不了 所以我的一个小建议 算是这个事情 现在已经不可逆了 这种底层互害 底层权力滥用 在中国现在已经发展到一区 越来越多 已经不可逆了 所以作为正常人 我们唯一能做的是 不可避免它的伤害 只能减少 那我建议就是从现在开始 你就要有计划的 有步骤的 不管是拉黑也好 或者慢慢的 就是注意啊 一定是要慢慢 不知不觉的疏远 这些你身边 已经侦测到的 已经观察到的 这些傻叉们 慢慢的疏远他们 不要让他们记恨你 但是你要逐渐淡住 他们的生活 慢慢的 以什么微信坏了呀 孩子闹啊 慢慢的 别人的信息回 他的信息就不回 慢慢的疏远他们 而还没有意识到这个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花时间去观察 您身边人 哪些人是这些傻叉们 把他们鉴别出来 因为这些人将来 在中国的政治风潮中 他们所对你造成的伤害 远比他们对你造成的帮助 要大得多 这些人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损人不利己 自己跟个傻叉一样 反而天天去指责别人的不是 这些人雷劈他们的时候 小心见着你 所以一定跟他们保持距离 这是我们能够尽到的最大的 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了 我相信中国这场厄运 文革闹了十年 咱们就算哪 怕从今天开始算 正式进入文革 未来不过也就是十年 十五年的样子 很多人还是有机会撑过去的 但是呢 机会都是留个有准备的人的 你对政治环境 对于时效新闻 对于整个的国内局势和政治舆论环境 没有相关的了解 也不花心思 岁月静好的话 那你是不可能撑过去的 对吗 好了 那今天闲聊就聊到这里 主要是给一些国内的朋友 或者有亲戚朋友 还是国内的人提一个醒 通过您自己 或者通过您的口 给他们传递一下 让他们免遭 或者说少遭罪 这是我这个节目 能够做到的一点事情 也是会让我感觉到愉悦的 能够帮助到这些人 会让我感觉到舒服的一种方式吧 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有人因为我的视频少遭受了损失 那他高兴 那我也高兴 他获得实质上的收益 我获得精神上的收益 这不是挺好的事 对吧 好了 那今天视频就聊到这里 有什么观点看法 评论区留言 有不同意见 评论区留言 如果说喜欢的话 欢迎订阅评论 转发点赞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